中国娱乐圈的盛会微博之夜 向来都是网友们高度关注的活动 官方早前宣称 今年的活动规模将胜过往年 升级为微博世界大会 且一线明星几乎都会出席 众星云集的场面引发期待 不料近期的乌鲁木齐火灾事件 引发各地抗议 清零风控政策 还诞生了白纸革命 让微博世界大会成为了一个尴尬的活动 在活动开始前 就有网友发文预告 自家偶像因疫情关系无法出席 有网友猜测 活动可能因为疫情而延期 虽然最终活动于29日顺利举行 但热度较以往清冷许多 就连微博热搜榜也不见关见字 遭网友留言狂算 今年的场地又小又寒酸 简直比半婚礼的饭店还小 看起来预算不是很够的样子 在网路上引发热烈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